阿多汶 你說不怕得罪人 不怕仇家多 如果有一個去日的仇人 現在找你求助 應該怎麼應付呢 要說什麼仇先 現在這個世界 你先說什麼仇先 現在這個世界應該沒有殺負仇人了吧 你先說什麼仇先 對方也沒有問 總之是有仇 你說如果他那種仇行 如果是私人的很少仇課 你說你幫了他不開心的 你就最好聽不到 但是如果他有一些是立場上的話 你就應該有個戒指 因為如果你幫他再做一些壞事 你就自己拖下去 拖下去 最重要都是看他的行為 不是看他的仇人 這個都很重要 他那件事你幫他 他的行為 正不正確很重要 幫他些什麼 是的 這個很重要 而不是他是不是你的手 你不是感情上去看世界 是否值得幫 應不應該幫 是嗎 等於如果那個律師令到你輸了官司 但是你是醫生 他走來向你求醫的話 你一樣要照醫 那個不同 那個有一個專業的守則 所以這個都是要比較嚴格的去看 但是如果你認為說你幫了他之後 他又不信頂多幫 你不要製造那個煩惱給自己 因為你幫得到他們 又有什麼都不要想 又不要想完 這個是不是你仇人 這個人 那件事 如果有一個正義的 我應該要幫的 值得同情的 其實不應該把他 你仇人擺路去考慮 這樣就變成了感情作用 感情作用就沒有理智了 是嗎